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Videology 提供视频广告服务与分销的 Videology 则于最近获得6000万美元融资 Videology 的前身是Pydo 它起初只是一家视频内容与广告联盟系统提供商 但在后来Videology开始进行连接电视与在线视频的广告 行业并一发不可收拾 目前Videology 的强势业务仍是视频广告服务 但它却也开始尝试直接进入与内容发行商合作的范畴中 去年8月Videology 曾收购了面向发行商的数据管理公司 Collective 同时与包括移动数据分析服务商 Korella 及线下市场研究机构 Kantar ShopCon 曾建立了合作 以谋求在移动端能够突破营销方式 创立至今Videology 现已进行过四轮融资 而最近的一笔投资由 Catalyst Investors 领头 Luke Enterprise Associate Valhalla Partners Comcast Ventures 和Pinnacle Ventures 参与了本轮融资 另外 据市场研究机构 BMarket 预计 美国数字视频广告市场将在四年后增长双倍 而在2016年会达到80亿美元 不过Civital Research的分析师 Ryan Weiser 认为 YouTube人是该领域最大赢家 因为仅在去年 YouTube的广告销售收入就可能达到了13亿美元 这一数据可能占当年广告视频市场 总收入的25%到33% 小鸵融资才能确认